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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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很多朋友在問我說 哇 在國外 因為有一陣子我待在歐洲 他說在歐洲他們校長是不是非常的迷人 他們這種很棒的磁盤 好幾層這樣堆疊起來 然後非常優雅喝一杯紅茶 我說是啊 他們是很迷人 但是我們台灣也不輸他們 他說怎麼說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棒的茶食和飲茶的文化 他們就問我說 你這個茶食的文化是怎麼來的呢 我常常會用一個東西 大家耳熟能詳就是鳳梨酥來當一個舉例 他說對 有鳳梨酥 可是鳳梨酥該搭配什麼茶 我說這個問題有一點因果道指 應該來想想看台灣 為什麼會有鳳梨酥 為什麼這些茶點出現 因為我到南部 中南部 台灣在中南部 你到朋友家裡面去 通常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來 來泡茶 不管是談生意 不管是拜訪朋友 第一件事情他就先泡一些茶 泡一些茶之後 有一些小點就出來了 你不能只有喝茶 那在喝茶的小點過程 這種不論是瓜子還是說淋嘴 還是說一些你說鳳梨酥 類似這樣子的代表台灣性的小茶點 我覺得在呈現出一個台灣另類的文化 這就是我們強調是吃巧 以台語來講 吃巧合吃肉是不一樣 那我們吃巧的文化 其實並不是說台灣我們都是 那種吃到飽 澎湃 在某一個層面上 我們是很注重這種味道 那精油這個味道其實可以彰顯出有趣的觀點 比如說就以鳳梨酥來講 我們一般台灣應該是中華的茶點 就我們點擊上看到的 如果用到油的話 多數是使用這個豬油 你應該很少 就我所認知 或許有啦 但是油我所認知沒有奶油 但是台灣的鳳梨酥以及一些糕餅 它使用的是奶油 那我會覺得這個代表什麼呢 對我而言就是代表台灣 我們的這個文化是代表一個融合性的 因為就歷史傳承裡面 我們是傳至中國 但是在食物的演變裡面 我們受到許多國家的影響 因此這個西方和東方的一個交融處 其實從茶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大家就說 哇 這個小地方 這樣子西方和東方交融 它代表什麼 我說它代表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民族性之外 還代表了一個我們豐富的物產 比如說鳳梨酥就是鳳梨 那台灣人的個性 食物個性展現在民族 我們沒有那麼銳利 不要那麼強力 所以我們用冬瓜 把它稍微的鳳梨酸給稀釋下去 很平和很平淡 到朋友家裡面喝一杯茶 吃個茶點 這往往代表台灣人的個性 這就是我們有別於英式小午茶 吃個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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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個茶點